坐落在马来西亚西谷中心的槟城 施威穷人、老人和物价可归者提供服务的非盈利之家 槟城Pertubuhan Pusat Jagan Valalar 是那些五出科区的人的庇护所 我们照顾26名被家人、一期货物价可归的老人 每天四名工作人员和众多职工都会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确保他们的到应有的照顾和同情 我们的忠心有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于2015年创立 并于2021年正式注册 由Ravi Tandathabani领导 拉韦投入了时间、精力和资源来维护这个避风缸 新居民受到热情欢迎 并提供陕时、良好的沐浴 并在需要时提供医疗援助 我们的使命是提供一个有尊严和富有同情心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平静地度过余生 日常活动的重点是促进自我保健 提供顺时乐法 以及提供吉利和资讯课程 以确保居民的复制 我们鼓励居民保持活跃和参与 无论是透过运动、社交或知识 一起欣赏电视节目 我们很幸运地到了好心个人和企业的支持 他们提供现金和善意帮助我们支付营运成本 在知名的冠状病毒打流行之后 由于家庭无法应对不断上涨的费用 我们家中的居民人数增加了三倍 自2015年开始营运以来 我们一直免费收留被一起的老人 但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捐款 因为越来越多的生病和被一起的老人 不断地来着我们庇护 马来西亚是一个高龄化社会 职工正在努力支持突然增加的老年居民 我们需要把50万马币来购买两个房产 另外每个月还需要 两万两千马币的经常费 微尝者提供尊严和尊重 是我们职工不可或缺的关注点 但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来继续我们的使命 每一笔券款 无论大小都会产生影响 您的慷慨节囊 可以帮助我们为这些老年人提供事务 主所和医疗服务 请加入我们一起做出改变 您的支持可以带给最需要的人 希望和安慰 现在捐款 老花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但在您的紧急支持下 可以变得更容易 感谢您的善良和慷慨